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中台昌宏来袭 原定今天举行的高普考顺延一天 而北台湾风强雨大 也造成台北故宫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大停电 因为狂风大雨造成露数压倒了变电箱导致爆炸 故宫全馆停电快三个小时才完全恢复宫殿 而至少有五千名的游客都受到了影响 游客来来去去的故宫大厅灯火全灭 这场大停电让参观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摸黑 紧急安置在故宫大厅 其中不少是远道而来的路客 而带团导游觉得世界级的博物馆却发生大停电 实在脸上无光 不会因为这是一个环节的问题 OK不是杰力的问题 楼梯下到一半它就又重新发电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开始参观了 国立耶国立故宫博物院耶 停电也真的很丢脸 还好现场有自然采光 没有线路一片漆黑 原来是因为台风来势汹汹 下午突然一阵狂风暴雨 附近的变电箱照路数压倒爆炸 故宫顿时限入大停电 长达近三个小时才恢复宫殿 索性主展馆的部分因而立即启动紧急供电 断电十分钟后就恢复照明 继续正常营运 发生这种状况呢 我们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维持这个文物的 它的这个安全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照顾到观众的 观赏的权益 停电第一时间除了安置游客 文物保护也马虎不得 包括照明及陈列室温 湿度 要确认文物安全 故宫动员所有能力加强戒备之外 四大保全系统也继续维持运作 有红外线 有碎音 有这个防火 这个防破坏的种种政策的仪器在里面 我们展场的安全跟文物的安全 我们平常都有在演练 故宫表示这是故宫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停电 约有五千名游客受到影响 为了照顾游客观展权益 故宫除了开放游客全额退票 停电期间也免费开放 民众进入参观 记者李慧传 陈信龙台北报道